哈喽我是Farmer 话说前不久不是做过一期保暖黑科技的视频吗 我感觉受人语的内容都抢得差不多了吧 也可怕是都不用再做东装视频 结果万万没想到啊 从此来问的人反而更多了 因为羽绒有虚标的 科技面有不写具体等级的 假货冒充的 更别说国内市面上的假货Punertake 号称也是超过了90%以上 如果因为看了我的推荐 花更高的价格 结果买到了假冒伪裂的残次品 岂不是反而坑了你们吗 所以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 首先是羽绒服 如果以追求性价比和真材实料为最优先的选择 那我依旧推荐国内的凯乐士军语 黑冰天时华为冰宴 定价合理 田窗靠谷 其中为土拨鼠 蒙特贝尔等国际超一线户外品牌代工的军语 能做出儿容1000棚95%含入量级别的秀肌肉产品 而身为国内户外一线的凯乐士 则有更好的原创设计和做工 又或者更加在意价格的同学 可以看看中国南极考察队服装供应上的探路者这种老牌户外 这件700棚90含入量的轻薄内胆 也只要200多点的价位 很适合我们南方这边作为内胆来用 虽然外观上和我理想的略有差距 但作为保暖层 外面只要套个壳就很完美了 说到壳我也有推荐 上期介绍小玩意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问我要这件外套的链接 其实这是机能风里一个很有性价比的小品牌 YWorks做的 功能上抗寒防水 外观简洁耐看 只要两三百就能入手 软壳和硬壳都有 质感要做工 放特写 看细节 绝对对得起价格 喜欢的可以剁手 再说人造名 我知道很多人心心念念的就是Premalove的P棉 尤其是金标 曾有传言说国内市场上的P棉全是假货 正好我也买了一件来源可信度高 价格又非常有竞争力的 还没发货 那收到我会尽快做一期评测 最后说说非常适合我们南方这边的Ponetic P容 所以上次那期科普 不是上了B站官方Peak的热门吗 顺便来找到我帮忙推腿 结果我把他的图发给业内人士咨询 人说光发货的包装就一眼假 要说呢也难怪 网店市场上除了少数户外和战术品牌 做P容的本来就不多 且假货还占了大半 而如今那些文讯敢来割韭菜的 就更可疑了 但你要说谁都信不过 那也不至于 比如某自称是老头的品牌的杂货店 不就向来是有口结杯 同捨无欺吗 三月娘做东西从来都是资质材料 一应俱全的 唯一一个普通人没办法通过官方途径去拿货的爱几面 他还是找着山东一家国有企业代购 结果也被苍蝇给盯上 不得不花了大半个月收集证据 自证清白 但是从此也是吃一欠长一智 我看他今年做产品的页面就很有特色了 别家的详情也都请模特在下面拍一堆亮照 他的产品详情也就贴满了各种材料 证书小样 洗标 防卫查询 货印包装等等 最后再放几张彻底的上升图 笑死 四皇冠的店铺这种一个人抱的全部业务 包括模特的操作简直是让我迷惑 而过去更加让我迷惑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为什么总是自称老头了 其实单看三月亮家的产品外观 就是我熟悉的那种非常生活化的硬食日期风格 甚至就连生产往往也是交给中日盒子的代工大厂 所以拿到耍 你会发现品质和手感简直好的不像话 拍着良心说三月亮这些一百多的便宜货 品质和我过去找日带买的千八百一件那种单品相比 质感是丝毫不差 这也是我为什么总是不收广告费替他卖力吆喝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德荣有个品牌方愿意出高价植入30秒 问他面料的资质 他立马就跟我打起马虎眼来了 真德荣杀线混坊 是透气舒服好穿抗精练不起球的那一极品 我这么说 很多穿过德荣的应该都不以为然吧 哪有你说的这么好 其实不用怀疑你多半就是买到假货了 谁让在市场上买到真的败尔德荣 有如大海捞针一样 正品都被盗版挤兑的快要停产了 三月两一分钱的广告费都不用出 但他的德荣就是货震驾驶 穿起来舒服到爆的那种 你看看他的资质介绍就知道了 他能在大厂下单 并且从合理区间压低价的秘诀也很简单 别人一个款一次都是做一两百件 技能风品牌还有几十件起做的 而三月两基本一个款都是做三千件的 简直豪狠到丧心病狂 在成本和风险的天平边缘疯狂试探 说信今年做的三千五百件德荣也只剩不到十分之一了 让人刷新对老特勒的认知 但除盖这些我细细想来 仅仅是面料做工和价格的话 还不至于让我对他产生这么持久和巨大的推荐欲望 最让我欲罢不能的 应该是他对于怎么穿的更舒服这件事情上 这种特别的执着 你从他不停的改版重来 和听取买家建议修改的产品日志上就能看出 什么口袋里的绒布取舍呀 哪个包包放手机不够方便啊 哪里应该多个挂东西的扣子呀 肩膀的加固条 怕卡肩膀所以做成了弹力棉条呀 效果自在怎么做更耐磨呀 把机上拿你家的弧度呀 当部裁片是怎么方便活动 夹屁股呀等等等等 事无巨细都会和你分享 长篇大论跟些小作文一样 不过这样也好啊 比如拿到这件德容秋衣的时候 刚要剪掉牌 结果一扯连洗标都掉下来了 不是三个做的东西不会这么歪吧 结果一番日子啊 才知道 哦原来是为了贴身无感穿着 才设计成这种可以撕下来的形式了 嗯不愧是你 声音量他就是靠这里那里耍这种小手段 一点点的把我们骗进他的温柔箱里来了 明明可以只靠面料和做工 可他偏偏还要动一堆歪脑筋 这个牛仔裤他跟我说很弹很舒服的时候啊 我是相当不屑的 作为资深卡基 穿过的牛仔裤比你见过的都多 这种弹力牛仔裤啊 我可是早就 这还真是我穿过最舒服的牛仔裤 还有这件德容啊 像我老妈那么会挑刺的人 都承认他从来没摸过这么舒服的面料 还有这条Solotex的裤子 本来Solotex就是以极佳的舒适性的著称的 他丧心病狂的往里面加了一层绒 还有最近每天都穿同一条裤子换不掉了 上衣也是啊 前阵子就单穿他的P绒C200卫衣 最近见闻了 里面就套个德容内衣 外面单穿一个P绒SummerPro系列的外套 就是浑身软轰轰的美滋滋 所以这时候我再回过味儿来 所谓的老头了 指的不就是把我当成老头或者婴儿那种对象 用极致的面料优越性和舒适感来对待的服饰吗 念及此处啊 我当下就给自己贴了个标签 晚上有甲方来找我的事 我直接就给人聚了 理由就是潮流服饰不适合我 我是个老头乐伯助 估计甲方都无语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好了三月亮的话题啊 就是打住 每次都搞得我像他推销专员一样 再说几个别的单品 一是塔诺西前阵子给我寄了一些衣服 重逢依旧不说了 人家都受庆了 我还没来得及介绍 不好意思 不过最近卫衣啊 我一定要说 好看 真好看 好不好看 自己看 正面的一型口袋裁片连接到胸口 很有层次 银拉链包围整个领口连帽 点缀在深灰色主体上画龙点睛 衣服上升的扩型也是绝佳 非常讨喜 二戟里面是佳容的 顺滑保暖 打底单创都合适 喜欢别错过了 因为刚才推荐羽绒服的时候 我说过外观很难遇到满意的 但其实外观和我心意的还真有意见 无论配色 面料质感 剪裁都踩在了我的什么一点上 那就是机能品牌RL的羽绒服 可以说他们家的外观设计 都很有欧美那边的感觉 实际上自从去年他们把海外业务 包给一个韩国人经营之后 外网经常能看到一些穿RL赛图的 老板也坦言 国内现在的销量还不如海外的代理 感觉自己反而成替身了 但我感觉问题也出在这里 对标海外的价格放国内实在是不便宜 旁侨测机的提醒他 考虑到今年的经济形势 是不是可以把价格降一些 最后他说等双十二 会把两件羽绒服 做个最大力度的促销价格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应付我的 OK最后生活毫无环节已经取消掉 拿去做合集了嘛 所以就说下我最近超爱的这个包包 来自全球顶级背包品牌神秘农场寄来的 配色是我最爱的大力色 又用了醒目的亮橙色点缀 100D考多拉 mini-rap 防水耐磨 抗撕裂 而且超轻便 背负感特别舒服 习惯了这种超轻又结实耐用的包 真的有依赖性 再回到背那些重装背包 真的是全身心都在抗拒 出门徒步旅行 还有逛拍的时候 轻肉无物拎起来就走 多个包完全没负担 尤其是考虑到这货 还能把自己揉成一团扔进旅行前号大号背包里 随时替你做好轻装上阵的准备 建议喜欢这个配色而轻便背包的 可以等大厨师蹲一个好价入手 OK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希望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